北京时间1月2日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被占亚洲杯赛的中国国家队 进行了开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最终中国队以5比3战胜了阿联酋当地的瓦克达队 这也是中国队来到西亚之后的热身赛 首胜为了对战术保密 中国队与瓦克达队的比赛依然采取了封闭的形式上半时 主教练李皮派出了严俊林 刘洋 刘一鸣 张林鹏 张成栋 赵旭日 郝俊敏 吴熙 金靖岛 肖志和吴磊 首发瓦克达队主教练是前山东路能队主帅腾卡特 由于队中众多国脚 回到各自国家队被占亚洲杯赛阵容并不起者 腾卡特在本场比赛中派出了多名年轻队员 出场上半时比赛吴磊和张林鹏相继建功 但对手也攻入一球中国队 以2比1领先下半时比赛李皮做出了大幅调整 高林 于大宝 维世豪 持中国 郑日 朴成 于汉超 于阳和冯销婷替部登场 中国队的阵容也由433变阵为3-5-2 于大宝在下半时为中国队打入一球后 对手接连进球将比分班为3比3 不过为是好和于大宝随后又各入一球 最终 中国队以5比3获胜战胜瓦克达队 是中国队在来到西亚之后的首场热身赛胜利 不过 面对绝对实力并不强大的对手丢掉三球 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中国队的后防 依然存在不小的漏洞 另外 政治 由于在2017年的史玉在亚洲区12强赛中吃到红牌 在亚洲备赛小组赛 首轮对阵吉尔吉斯斯坦队的比赛中将自动停赛一场 虽然政治已经38岁 但依然是中国队的中场核心目前来看 在与瓦克达队比赛中 首发的浩俊敏最有可能成为政治的替代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